大家好,欢迎来到硅谷杂谈 我最近停工了一段时间 因为我在春节时候去了欧洲旅行 所以给大家拜个晚年 我这次去欧洲的时候主要是去了捷克 这个是捷克的布拉格在Charles Bridge上面的这照片 因为我这次还是说是蛮幸运的 因为欧洲在冬天的时候大部分情况下会下雨 会阴霾比较多 然后会大部分时候是在阴天的状态 然后这次去布拉格还是赶上了几个晴天 所以还是蛮幸运的 我其实可能还要再想要跟大家 没准备开几个其他的视频 和大家分享我在布拉格的旅行的一些心得 然后给大家介绍一下布拉格 然后可以大家如果去捷克布拉格的时候 可以将来更加方便 有一些一手的信息资料和大家分享 那么就先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就是我关于我的旅行 我今天想要谈的主题是说 最近在网上报得非常火的一个关于辉瑞 就是辉瑞的有一个主管 他在网上这个一个露出来一个视频 那我们可以先听一段 就是说他在这个视频里说了些什么 我们要想要谈认识 他现在基本上就是说 他在讲这个叫做 Jordan Walker的一个人 他应该是这个 Fizer的一个director 是做这个产品研发的一个总监 那么首先就是说 现在如果你去网上找的话 这个人已经不存在了 他的linkedin 他的这个facebook和所有东西 他都已经删掉了 所以现在这个人 在社交媒体是不存在的 他属于一个射死的状态 那么就是说 那他如果你在网上找不到的话 那他这个人到底是不是存在的 因为我们实际上在网上 看到这么大的一个大瓜 一个大雷的话 很多时候我们其实要 首先确定他到底是不是真实的 对吧 因为在这个互联网上 大家随便发东西 这种骗人的东西 把戏还是很多的 那么不能够被别人忽悠了 对吧 所以我就做了一些 简单的调查 然后实际上我发现 这个人他实际上还是存在的 虽然说他现在已经射死了 但是网友还是很厉害的 这个网友的这个 万能的 朋友圈万能的网友们 还是很厉害 他们扒到了 我估计是有些人 可能是在辉瑞内部工作的吧 然后可以就是说 比如他这个 应该是他 辉瑞内部的一些资料的截图 比如他 甚至他的这个 他的职位 然后他report给谁 他的上级主管 直接主管 好像还是一位华裔 叫做 吴轩的一个 叫Sara 吴轩的一个女性 好像 然后你可以看到 就是说他的 甚至他整个的 这个organization chart 就是他整个在这个 辉瑞里面的这个 级别 那看来 其实他还是相当高的 因为他 他属于主管总监级别 他实际上 离这个CEO 并没有差很多级 那他应该还是接受到一些 相关的资料 就是说你可以看到说 总体来讲 他应该还是 是一个真实的人 而且他 就是说 现在你可以看他以前 是有LinkedIn Facebook和 这个Pinterest 什么这些东西 现在这些都已经没有了 都已经在网上找不到了 所以他现在是属于 射死的状态 但问题就是说 我至少我 我经过这些 调查 我觉得他这个 就是说至少这个 的瓜 应该还是真实的 就是说并不是一个 纯粹虚假的 这个骗人的把戏 那么他 对于说 他到底在这个 他的上面 他说了些什么 对吧 他 他像他讲了 我觉得主要有几点吧 第一点就是说 他说到 就是说 辉瑞 在故意的这个 mutate这个病毒 然后这样 他们可以提前研发疫苗 这是 这是一个 然后他中间还讲过一块 就是说 他们管这个 这个活动叫做 directed revolution 叫做这个 定向进化 对吧 所以所谓定向进化 实际上说白了 就是在定向的进行 基因突变 当然这个定向进化 实际上我们在很多的这种 它正常的科研上是很常见的 比如说我们以前的育种 或者是配种 都是有所谓这种定向 定向的这个进化 比如说你这个 这个稻子和 这个稻子抗病 然后这个稻子耐旱 然后把他们两个进行杂交 产生新的道种 所以这个 就是说他像他所说的这个东西 并不见得是完全违反 道德规范的 当然他 里面有几个就是明显 就是属于触雷的状态 就是说 一个就是说他说 他进行这种 提前的mutation 然后可以提前开发 这个病毒的时候 他们进行了这个 在猴子身上进行了实验 那么这个实际上 在猴子身上进行实验 这个到底允不允许 很可能是违规的状态 然后另外一个 就是说他讲了 就是说这个 辉瑞和这个政府之间 就是说他说有一个 叫做revolving door 就是实际上是叫做 选手门一个状态 就是说他可能是 辉瑞的高管 可能离开公司 就直接进了政府 然后政府的人可能出来 有急着性的辉瑞 就是说他政府的监管机构 和这个辉瑞之间 就是可能会有 某种程度的勾结 就是说他们这些 明显的这种违规状态 可能政府也是睁只眼 闭只眼吧 这个是他提到的 我觉得是属于 比较大的一个雷 然后具体 然后他还说的 就是说他 讲了一些其他的细节 但是我们就说 因为他讲的东西 还是说很有技术性 就是说你作为一个普通人 你可能不太能够了解 他具体到底是在讲的什么 那么实际上 我就可以先 没准做一些 简单的科普 然后就是说 关于就是说 具体他这个病毒 和病毒的这个疫苗 研发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么现在我们屏幕上 看到了这个是一个 冠状病毒的建模 他所谓叫冠状病毒 就是说他这个 冠状病毒 他中间是一个合体 然后他周围有很多的 这种刺突 然后他整个状态 截面像是一个皇冠一样 所以这是他 冠状病毒的由来 当然病毒还有各种各样 其他的奇迹古怪的形状 冠状病毒就是 作为一个最典型的分类 他基本上 他就是长成这个样子 然后他实际上 他讲到的 他的爆料里面 讲到很多的时候 就是说 是在讲 就是这里面 在这个 左边的这个 次突蛋白 他提到很多次 叫这个 spike protein 我们经常一般 就是缩减为叫S蛋白 因为这个次突蛋白 是实际上主要 就是说这个次突蛋白 是病毒攻击 人体细胞的主要的 突破口 这个次突蛋白 会跟人体的细胞 这个接受细胞 进行一些连接 所以这个次突蛋白 是他病毒 最最厉害的 一个一个部分 然后当然 他还包括一些 其他的蛋白 比如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核酸蛋白 这个核酸蛋白上 就是说 我们大家经常听到的 测核酸 测核酸 基本上就是在测 这个核酸蛋白 然后他还包括一些 比如包膜蛋白 是这个病毒的 这个壳体 然后他当然 最重要的 就是这个核酸核酸 就是这个RNA 是病毒的 这个基因信息 那么就是说 那如果你就是说 有了这样一个病毒 那么你在进行 这个病毒的研发的时候 那么这个疫苗 到底是怎么工作的呢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我现在分享的 这个就是说 是这个RNA的病毒 RNA疫苗的一个工作模式 那我们从上面最开始 就是说他第一个 就是说 我刚才说的 就是说这个Spike Protein 是这个病毒 攻击人体细胞的 主要的工具 就是说他通过 这个Spike Protein 连接到人体的病 细胞上 那么细胞 就会误认为 这是一个 就是这个一个 自己的 这个体内的一个 正常的 这个 正常的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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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生物块 或怎么样 因为细胞在和你的血液 进行各种交流 会有很多的 食物啊 能量啊 通过细胞壁 穿透到 进入到细胞内幕 那么他实际上 是需要有一个锁的 就是说他如果你要进入细胞的时候 是要通过一个验证 那么这个 这个刺突蛋白 就是病毒用 利用这个进入 人体细胞的一个钥匙一样 那么 他在做这个研发 这个疫苗的时候呢 就是说他用 利用这个MRNA的话 他来把这个 现在他已知了这个病毒的 这个刺突 就是RS蛋白的这个信息 给他收集起来 然后把他打到你的 这个人 就是说正常的 这个人的细胞里面 在第三步 然后你人的细胞 在接受到这个信息以后 他就他就认识了 他就知道 哦这个 如果有这个 这个这个状态的 这个IS protein过来的话 那么他 就是这个病毒 那么他我就会 产生抗体 把这个病毒杀死 所以就是说 他到第四步的时候 就是说 如果有这个病毒 通过这个IS protein 连到这个细胞上 那细胞就已经知道 认得了 因为他这个MRNA 已经让你的细胞 认得这个病毒的这个刺突 那么他就会产生抗体 那么抗体就会把这个病毒杀死 这基本上是他的一个流程 但是因为实际上 他主要的问题就是说 这个病毒 他会不断地进行 变化 变异 对吧 就是mutation 那么他实际上 他主要变异的主要部分 就是这个刺突 因为这个刺突 他如果一旦被 你的这个细胞认识了以后 那他实际上就 这个病毒就会被杀死 那所以这个是属于是 道高于尺 莫高于战 那么病毒进行 保护自己的方法之一 就是说 他不断地在变化 他的这个IS protein的结构 那么他变化到一定程度以后 那么你可能原来 打住那个信使 就已经不认得他了 那么不认得他 他就会继续再突破 进入你的身体 那么怎么能够控制 这个 因为你们现在可以看到 就是说病毒上 已经在过程中 不断地进行了 各种的变异 先开始是 Alpha Delta 然后Omicron Omicron也有小的分支 对吧 有各种各样的分支 因为他的这个病毒 这个蛋白质变化 是有很多的 不同的方式 然后他有各种各样的分支 这个他在一个分支上 在进行更多的变化 还有可能在 所以说 比如现在即使 Omicron还都还会有变化出 这个BA5 或者是现在比较流行的 下BB 对吧 XBB 那我们实际上看到 辉瑞针对这件事件 事件实际上是发表了一个声明 那么实际上通过辉瑞的这个声明 我们也可以从反向推断 推证 就是说 那么这个人确实也是存在的 不然的话 辉瑞没有必要对他进行一个回应吧 实际上 而且他在回应的时候 他实际上 基本上也是针对这个爆料的 他实际上 首先就是说 他们并没有 使用这个 Directed Revolution Evolution Research 就是他没有进行这种 定向进化的这种手段 所谓定向进化 就是我刚才说 他是定向的 对病毒进行这个突变 Mutation 然后他像在这里面讲到 就是说 他在研发这个BioNTech 就是他主要 辉瑞的这个主要的这个 疫苗的时候 他使用的是 他主要用的方法是 他用这个原始毒株 然后和最新report的新的这个 变异毒株 然后进行一个对比 然后他们实际上是 经常会进行这种对比 主要目的就是说 看到他这个病毒和这个原始毒株 变化有多大 因为他就是说 刚才我说明 他这个病毒 这个是你的细胞 要通过这个S蛋白来认的 这个病毒 如果他S蛋白变化 就是他Mutation变化到一定程度以后 你的细胞就没法识别这个病毒了 所以他们要不断的比对 如果有新的病毒 新的变种出来 他们要比对 如果超过了一定的这种程度 他们可能就会要研发一个新的 做一个对这个疫苗进行一些更新 然后他实际上又后面又提到 就是说他因为他现在不是这个辉瑞开发了一个 叫做Paklovid 就是他现在我们这比较 著名的一个就是辉瑞治疗 这个病毒的一个药 他说这个药的时候 他实际上他更这个流程更加复杂一点 因为他这个药的话 他不光是要让你细胞识别 他还要去确认这个细胞 没有一个逃逸的功能 就是说他就是要确认这个细胞在他 在他医治这个疫病的时候 那个细胞有没有抗药性 那么他们实际上要做不停的测试 而且他们并不能够说 他们当然主要测试的方式之一 就是说他说的这里 就是说他是要测试这个 naturally evolving virus 就是说他是自然进化的病毒 他不会去主动促使这个病毒进行进化 或者是促使病毒进行变异 然后他们而且是主要是进行这个计算机建模 computer simulation 所以但他有时候就是说 他要确定这个 因为他的药在你的病毒 就是在你的细胞状况下 具体会产生什么效果 是不一样的 他只用这个计算机建模 是没法实现确认他在你这个真正这个人体的 体内的状况会是什么样 他有时候还是要生成这个病毒来进行测试 那么他有时候也会要 就是说要制造一些病毒 然后进行这个人就是真实的这个细胞测试 那么他如果要做细胞设施的话 他就需要在这个 Level 3的这个Bio Safety Laboratory进行处理 因为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危险的病毒 那么Level 3实际上是 就比我们当时知道的这个武汉的 是属于还要低一级的 因为武汉是一个Level 4的那个实验室 Level 4基本上是最高级别的生物实验室 所以就是说他因为这个辉瑞 他主要的回应就是说 他实际上他的就是说 他要证明自己的所有做法都是合规的 因为他说他们生成这个病毒进行细胞实验 是是这个符合美国的这个规则的 然后他上面他上一段提到 就是说他在进行这个疫苗开发手 并没有使用这个基因突变的 方式因为他疫苗只是在在比对 和原始毒株进行比对 那么就是说我们要继续看 这件事情的进展啊 就是说我当然期待就是说 这个媒体爆料以后 而且他又是一个比较真实的爆料 那么就希望美国政府能够跟进进行调查 看看这个下一步会有什么进展 当然我们作为青蛙群众 也不需要听很多别人各种的 带风向带舆论啊 然后利用大家对这个整个事件的不了解 那么我就给大家 所以就是说我发一个简单视频 跟大家分享一下 让大家知道整个的这个流程 和他讲的到底是是什么 那么就看这个下一步的发展吧 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跟踪 希望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然后能够订阅和分享 然后我们下次和大家见 谢谢